东晋北斧兵的主帅王公联络了荆州刺史殷仲勘 一起举兵以清军策的名义要求诛杀宁臣王国宝 为什么要起兵诛杀王国宝呢 因为当时把持朝政的司马道子和自己的亲信王国宝 打算削减王公和殷仲勘的兵权 所以逼得王公先动了手 在危机面前司马道子是尽贤草包本色 吓得顿时就尿了 慌忙下令赐死了自己的晋臣王国宝 同时还派个人去低声下气的给王公道歉 王公一看这目的达到了咱就见好就收吧 所以撤兵回了京口 而荆州这边荆州刺史殷仲勘 虽然口头上答应了王公 但是他这个人胆小怕事 一直就没敢行动 直到司马道子杀了王国宝之后 殷仲勘才气势汹汹的领兵东夏 司马道子不得不又写信给殷仲勘道歉 这一下子给殷仲勘送了五百多顶高帽子 殷仲勘算是赚足了面子 也志得意满的撤兵回去了 不过向属下低头认怂啊 毕竟是一件很不开心的人生体验 司马道子当然也不甘心 这个时候 桥王司马上枝给司马道子出了个主意 说如今呢 藩阵强大 中央弱小 咱们就应该在外边多培植忠于朝廷的藩阵 司马道子一听身以为然 很快就开始了付诸行动 首先他任命自己的心腹王渝 出任江州刺史 江州就在今天的江西九江 同时为了增强江州的实力 还专门从临近的豫州 画出了四个郡 画给了江州 豫州刺史于凯对这事反应极其强烈 好好的我的四个郡凭什么要给江州 于凯立刻就给司马道子上书 要求收回成命 司马道子自然是不肯了 司马道子心想 我虽然牙口不好 肯不了王公这种硬骨头 但是你于凯这样的软柿子 吃一口还是绰绰有余的 然而于凯虽然是个软柿子不假 但此人并非没脑子 于凯马上就到了金口找到王公 于凯跟王公讲 如今朝廷里的司马上之 比之前的王国宝还过分 看这样子 萧帆那是迟早的事了 咱们应该联合起来早做打算 作为地方的实力派大员 王公当然不会不知道 纯王齿寒这么简单的道理 王公很爽快的就同意了于凯的要求 同时又派人去通知自己的老盟友 荆州刺史殷仲勘 殷仲勘对这事也表示赞成 并且推举王公为盟友 约定一起发兵进逼京城 不过王公的这个决定 遭到了手下大将 北斧军核心人物刘劳之的反对 刘劳之跟王公讲 将军您可是皇帝的舅舅啊 那司马道子是皇帝的叔叔 都是一家人 上次他还为您把他自己的宠臣王国宝都给杀了 可见司马道子对将军您是很敬重的 这次他把于凯手中的四个郡 划给了王于 这事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王公对于出身寒门的刘劳之 向来是不大看得起的 当即就毫不客气的否决了刘劳之的建议 说你个军头大老粗一个 懂个啥 你踩三轮的竟然来知道我怎么开车 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 刘劳之也只能幸幸而去 王公再次起兵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京城建康 司马道子一听是大为震惊 司马道子有个儿子 十年十七岁 叫司马元贤 年轻的司马元贤 跟他老爹禁言 说爹呀 您上次姑息养奸 才有今日之难 这次咱们可不能再让步了 此时的司马道子早就下得六神无主了 看着儿子主动请鹰 索性就把防务全权委托给司马元贤负责了 司马元贤虽然年轻 但眼光可比他老爹老辣的多 司马元贤深知 王公之所以能如此的咄咄逼人 就是因为手里有北斧军这个王牌 而现在的北斧军里 王公其实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 真正的灵魂人物是猛将刘劳之 如果失去了刘劳之 王公就成了一只失去网的蜘蛛 只能坐以待毙 想到此处司马元贤就有了主意 很快 刘劳之在自己的军营中 见到了自己的一个老战友 曾经是北斧旧将的卢江太守高速 高速给刘劳之带了一封司马元贤的亲笔信 信中承诺 只要刘劳之愿意倒戈向朝廷 事成之后就把王公现在的职位 授给刘劳之 刘劳之看了信以后自然动了心 而且刘劳之早就看不惯 自己这个盛气凌人的上司了 更何况还有这么高的回报 所以数日之后 作为王公军前锋主将的刘劳之 突然在前线发动了兵变 率军投靠了朝廷 而且同时派自己的儿子刘靖轩 回军攻打王公 毫无准备的王公怎么可能是刘靖轩和北斧军 这种虎狼之师的对手呢 很快王公就败下阵来 向金口方向退败 到了金口城下 王公却发现金口城已经被刘劳之的女婿高雅之占领了 无奈之下 王公也只好搏转码头狼狈逃窜 由于这王公平时养尊处优 很少骑马 逃了没多远 大腿内侧就被磨破了 疼痛难忍 所以王公不得已改成小船继续逃窜 这么一来 这逃跑的速度自然就慢了 没过几刻 王公就被北斧军给抓获了 送往建康 被斩首失重 东路的王公就此灰飞烟灭了 咱们再来看看西路的荆州刺史殷仲勘 此时的殷仲勘也成了精工之鸟 这个殷仲勘是文人出身 受到孝武帝的信任空降到了荆州 其实殷仲勘在荆州没什么根基 之所以能在荆州立足主要靠两个副手的帮忙 一个是杨拳七 一个是环玄 杨拳七出身于关中著名的大族洪农阳市 由于这杨家人过江比较晚 所以在江南不被认可 因此这个杨拳七啊 一直有一种被鄙视的愤愤不平 也正是因为如此 杨拳七出人投地的欲望特别强烈 打仗不要命 以骁勇善战而闻名 环玄呢则是东晋权臣环温的幼子 环玄成年之后出任了兴义太守 不过环玄自视甚高 兴义太守这种职位对他来说是极其不能满意的 环玄经常跟别人讲 说我爹为九州伯 我只能做个五湖长 所以没过多久 环玄就炒了朝廷的鱿鱼 挂官而去回到了江陵 由于老爹环温和叔叔环冲 在荆州治理多年 环家的门声顾力是遍布泉州 因此这个环玄虽然没官职 但是在荆州却有着无人能比的影响力 可以这么说 如果把这阴重看的荆州比作一栋房子 那么环玄和杨全七就相当于最重要的两个承重墙 如果离开了环阳二人 殷重看根本就撑不起荆州 因此对于殷重看 司马元显还是用了老办法 分化瓦解 在司马元显的运作下 朝廷颁布了这么一个任命 朝廷任命环玄出任江州刺事 杨全七则出任雍州刺事 环玄的堂兄环修出任荆州刺事 而殷重看呢 则被调到了偏远的广州 广州就是今天的广东广州 对于这些任命 殷重看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殷重看催促环玄杨全七 继续向建康进军 但环阳二人却不为所动 按兵不动 很显然 在得知朝廷开出这么高的架码之后 这俩人已经不跟殷重看一条心了 殷重看则集中生智 想了一条毒计 他没通知环阳二人 带着自己的直属部队 先行退军 回了老朝将领 同时故意对环阳二人的部下放出风声 说回去之后要杀尽他们的家属 就在这种赤裸裸的威胁之下 环阳二人无奈 只好再次与殷重看结盟 表示愿意继续联手和朝廷对抗 看到此种场景 司马元贤也知道 自己此战并无必胜把握 于是司马元贤就选择了妥协 在环玄和杨权期 分别出任江州和雍州刺史的基础上 同意殷重看继续留任荆州刺史 双方就此达成了停火协议 东晋朝廷的危机 终于算是暂时解除了 毫无疑问 这次危机的解除 司马元贤居首攻 这个孩子现在志得一满 就开始目空一切了 甚至连他老爹司马道子 司马元贤也不屑一顾 没过几天 司马元贤干脆把他爹司马道子给罢免了 自己接任老爹的职务 年仅18岁的司马元贤 就这样成了东晋王朝的掌舵人 然而此时的朝廷 能够号令的除了首都建康之外 只有三吴地区 三吴地区大概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 和浙江的大部分 西边的大片国土都控制在 环旋阴仲勘这些翻阵手中 司马元贤年轻气盛 出生牛奴不怕虎 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局面长期存在 所以司马元贤就开始为西征做起了准备 一方面大量征集钱粮 一方面大肆征兵 司马元贤作为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公子哥 他对于老百姓的疾苦完全没有概念 只知道拼命给地方压任务 他的要求之严厉 看看这些杀气腾腾的宣传语 大概心里就知道了 上缴任务完不成 国家让你活不成 谁要赶交晚一天 让你全家上西天 三无地区的老百姓 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的负重 一时间是民怨沸腾 民不聊生 这煤气压缩到了极点都会爆炸 老百姓被压榨到了极点 自然会造反 既然都一无所有了 不如就一无反顾的造反吧 公元399年的10月 一场席卷江南的大规模叛乱 就这么发生了 领头的人叫孙恩 孙恩领导的这次叛乱 给我们战神刘裕 提供了一次完美的出场时机 下一次 咱们就来聊一聊 孙恩领导的这场叛乱 以及战神刘裕的华丽登场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 订阅 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 set